大家好,我是董振荣 在这一则分享当中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增进销售的按钮说故事 事实上说故事是一个在文案上很巧妙的可以促进销售的方式 因为说实在话,第一个,为什么要说故事呢? 因为第一个,人们并不了解你 所以呢,当他第一次看到你的产品的介绍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介绍这是谁的话,你是谁的话 还有你的话,为什么值得信任的话 那为什么我要相信你的话 事实上,他根本就不会信任你 那如果缺乏了信任,他根本就不太可能会跟你销售 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通常在一个网站里头 如果你逛一逛这个网站,这个网站是一个人架设的 那你突然觉得他写的文章不错 那过了一会之后呢 你一定呢,心里就在想说 诶,这个站长是谁啊 然后呢,通常在网站上面就有一个关于我 所以你就会好奇点进去 所以事实上,关于我这个页面啊 常常是一个网站里头啊 最常被点击的页面 这个是一般呢,做网路行销的人比较不清楚的 所以事实上,在那个页面里头 就是呢,你好好的介绍你自己 取得你的读者的信任的大好时机 那如果用在网路行销上啊 刚才在撰写销售文案 或在录制销售影片的时候 适当的说一段 你呢,如何呢 是从,呃,经历困境 到找到解决方案 然后到呢,呃,享受成果的这个过程 那通常呢,就会,呃,一方面 让读者了解你的过程 然后另一方面呢 对你产生信任 所以事实上 这是呢,呃,国外 甚至国内呢,很多 网路行销人呢,在发售产品的时候 会使用的方式 那当然,呃,通常会这样子录制故事呢 当然是,呃,是针对呢 你的读者群 可能会有一些是,呃,不认识你的人 那如果你只是做所谓的内部发售 也就是针对你现有的读者 那基本上他们都已经认识你 你没有必要再自我介绍 所以呢,呃,讲故事 其实,呃,其实我以前有看过类似的书 他是在教你如何讲故事 讲一个吸引人的故事 事实上,这个是演讲的时候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 也是呢,事实上 叫我当数学老师 那很多补习班老师 其实也很会讲笑话 或很会讲故事 那我去外头啊,去国中小 去讲公益演讲的时候 我发现呢,由于呢,呃,演讲的主题 也许不是那么有兴趣 但是呢,你每一场演讲 其实都有一些 你想要表达的重点 那如果让这个重点呢 让人们呢,可以容易吸收 我发现的方式 真的就只有讲故事 而且事实上是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那有趣的故事呢 就是等于是寓教于乐 所以人们听了笑一笑之后呢 他们 这时候你再帮他们下一个结论 下一个重点 这时候他们会更容易的吸收 而且整个现场的气氛也会好很多 所以,事实上呢 说故事其实是需要一点训练的 那只是在这边呢 我要跟你强调的是 当你会讲故事的时候 或者是呢,適当的把你的故事呈现出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真的会 带来销售量的增加 OK 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则的分享里头 我只是想要跟你分享的 就是 以后啊,你在设计呢 你的产品的时候 不管是呢 文字的文案 或者是影片的文案 或者是线上的演讲 事实上 适当的去加上 一段说故事的时间 讲一些呢 或者是说在演讲中呢 事实上讲一些你过去你经历到的事情 这些都会大大的增加 缘对你的了解 那别人一旦越了解你 你越了解人 基本上你就越信任 这个原理是很简单的 所以 如果呢 你今天呢 能够在你的故事当中呢 很巧妙的 也处理掉了一些 别人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提出来的意义 举例来说呢 你就是故意在你的故事里头 设计了一些说 例如说未前其实也跟你一样 我以前呢 也是遇到很多问题啊 例如说我那时候 遇到这个状况不会处理 那所以我也是挣扎很久 那这时候呢 事实上呢 读者呢 听的时候就会觉得 嗯 没错耶 我现在就是遇到这个状况 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这时候你再跟他讲说 后来呢 我真的就找到方法 那 你就这样子逐步的引导他 事实上呢 你等于是 很巧妙的把 读者呢 现有的困境 经验 然后呢 然后你把它转移到呢 就是让他了解呢 你其实也经历过 而且你不只经历过 你也已经呢 突破万难 找到一套方法来解决 这时候呢 你在他心中呢 建立的印象 就会是 哦 没错 如果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至少 你是已经解决我这个问题的人 OK 所以呢 呃 这里提出来 说故事这个 这个观念给你 那至于怎么用呢 巧妙呢 就 在于你自己实际上去 呃 实践的时候 再去呃 体会其中的奥秘 OK 我们下一则再见 拜拜